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本栏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谈润保湿水 如果您想参加本栏目可以关注伊贝斯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是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打开微信摇一摇 摇电视进入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好礼等您来拿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官微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情感故事 与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好 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著名作家新唐米娜老师 欢迎米娜老师 著名演员钢琴家郭嘉明先生 欢迎郭老师 还有我们大家的爱情导师 涂雷老师 欢迎涂雷老师 欢迎三位的到来 接下来这对情侣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 请看大屏幕 我跟他两个大概交往了半年多了吧 刚开始交往的前一两个月嘛 我可能对他不太好 有点侮略他了嘛 我给他买礼物啊 约约他呀 就可能他不太状态 一直都没有给我太多的回应 就有点失望 有点生气啊 几个月后 就我发现他 就经常就经常和女生在微信上聊天 聊得特别嗨 然后我不在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聊 但是非得当着我的面聊 这什么意思啊 我身边女性的朋友就是多好 但是那就是因为我工作嘛 因为工作原因 可能接触的人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心理 就是可能有点 报复我的那种感觉 我很都理解嘛 我就希望两个人之间 能够改变一下这种问题嘛 就是我觉得 还是可以解决的这样 女孩子在交往之处呢 有些冷淡男孩 所以他担心啊 如今男孩的种种行为 有可能是在报复他 究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来 先认一下两位男女嘉宾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22岁 来自河南 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曾21岁 来自四川 是一名职员 欢迎 欢迎两位 有请 你是在报复他吗 没有 可能就是我们开始交往的前段时间嘛 就是他对我就特别冷淡 就比如说 我就是约他嘛 一起吃个饭 我约了他一个周 他都没有出来 然后之后约他就一周 就天天约他 他一周可能出来一两次吧 而且给他 比如说我经常会问他买一些 喜欢什么东西啊 给他买一些东西啊 然后他就 就没有什么惊喜啊 或者没有给我太大的回应 我心里面就感觉很失落 很失望嘛 就一开始恋爱就冷淡 为什么还要交往啊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感觉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挺合适的嘛 可能他比较慢热嘛 我也能理解 但是 我觉得时间太长了 对我那个状态 你觉得合适吗 一开始说实话 开始的时候 我是觉得真的挺合适的 因为他对我比较好嘛 然后什么都比较关心我 然后需要什么 他都会给我买 或者也会给我做饭那些 合适还冷淡人家呀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刚毕业嘛 就刚进入实习 就银行那种工作 真的挺不容易考进去的 我觉得那种工作来得 特别艰辛啊 我就特别珍惜嘛 我觉得他能够理解的 因为真的一天这样都没有 但是你把我们感情 放得太刺激了了 他什么都说他工作工作 遇到他很多次 一直都是说他工作忙啊 怎么样怎么样 从来都不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你能够理解的呀 我也跟你说过 我工作比较忙 然后可能没有太多时间 顾及你 你说可以呀 你说好 就我觉得我工作 稍微稳定一点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 能好好培养感情 好好开始了 但你的行为 真的让我觉得不理解 我觉得太翻唱了 刚开始的时候对我特别好 然后就后来嘛 就过了一两个月嘛 然后我就觉得他对我 真的特别冷淡 然后 还一两个月就冷淡 对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过不下去了 和刚开始的差别太大了 我就觉得特别无法接受 尤其是就是他微信上 干嘛要和那么多女的聊天啊 就同时 同时能和四五个女的聊天 是什么意思啊 非得当着我面吗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啊 真的是因为工作啊 嗯 不是说很多都女的 也有男生啊 但是相对于来说 男生接触的 可能女性比较多一点 也是 肯定有男生 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你还带着挑衅眼光 就是说女的呀 还是个大美女呢 什么意思啊 我那 就故意开玩笑的 想让你 让我感觉你在乎我 你让他发现 你和美女聊天 是为了让他在意你 这是不是有点小抱负啊 对啊 我就觉得他是抱负我啊 可能就是觉得 我前段时间不太在乎他 不太在意他 然后后来的时候 每次就是叫我出来后 说他好好的 叫我出来吃饭嘛 就培养感情嘛 然后出来过后 他就拿着手机 在那聊天 问他点 就去是点菜的时候 就问他想吃什么 你随便点吧 他就拿着手机 就笑 你也挺奇怪的啊 你嫌人家冷淡 结果人家出来了 你又抱着手机 跟别人聊天 那段时间是真的 因为特别忙 也是一个快过年了嘛 所以比较忙 吃饭就过了吧 然后出去就是看电影嘛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 就买好票了 位置都订好了 就马上开始 他跟我说 不好意思我有事 我要先走了 我问他什么事 他不说 然后我就说 你走了我怎么办 你要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吗 他就问我走不走 然后我就说不走 就我脾气来了呀 我说干嘛要把我扔在那 说好了这样 那天 然后你就走了 把我一个人扔在那 你想什么 把一个女生 一个人留在电影院啊 那天是这种情况 我是真的是 当时是因为公事 因为那天晚上 确实是因为 我一个朋友过生日 然后就想着 那天就刚好办完事情 再来接他 你之前有跟我说过 你朋友过生日吗 你不知道啊 他没有跟我说过 他是给他女的过生日 没说就没说嘛 干嘛找借口啊 说工作啊 因为当时是想忙完那个事情 我本来计划的是看完电影 然后带他去过生日的 就晚上一起吃饭嘛 朋友介绍 但当时确实因为有急事 只能走了 走完之后我就又去找他 但始终没打通电话 也没找到人 就是朋友过生日 把你扔到电影院了 对 那逢年过节 包括你的生日 他重视吗 别说我的生日了 就有一次 我们俩第一次过生日吧 然后就说好了 两个人要一起吃饭嘛 晚饭 但是他说他特别忙嘛 然后他就说 可能要晚一点过来 然后我就 因为之前也因为工作 那我几次矛盾他的工作 然后我就这次 我就理解他嘛 我就说好 那我就先和闺蜜逛一下街嘛 然后等着你来了 然后再一起过生日 然后我就和闺蜜一起去逛街 逛累了 我们说想 就是找个附近的 就咖啡馆嘛 然后喝点东西 然后 就旁边就有一个酒楼嘛 就路过的时候 就那街上 路过那橱窗的时候 就看见 然后闺蜜给我说的 她说这不是你男朋友嘛 我就说怎么可能 她跟我说 她今天有公事要忙 和谁啊 真的就是她 她和一个女同事 在那儿喝酒聊天 聊得挺嗨的啊 你是我和她单独吗 很多同事都在啊 很多人都一起吃吧 我就只看到你和她两个在那儿聊得很嗨 就喝得挺开心的呀 那天是 我们我跟你说了 那天领导叫我去挡酒 我就没办法 我就因为她给我打电话 说她过生日 我就想抓紧把那 就是把酒喝完 把那客人哄开心了 过生日还要她打电话告诉你啊 你不知道女朋友什么时候生日吗 她从来不记这些 可能记 记点是 那你看到她呢 有没有把她拽出来啊 没有 我就当没看见一样直接走了 但是后面 当时就想得再也不要联系了这种人 但是后面 我因为把那事情忙完 真的是当时考虑着 就想好好工作嘛 工作完 然后把客户陪完去找她 几点去找她的 10点 11点的时候 再晚一小时 生日就过了 第二天了 但是当时我在 我真的很有诚意 我就在拿着蛋糕 拿着她的礼物 我就在她 他们那个小区楼下 一直在等她 等她半个多小时 而且甚至上敲门 她都完全没有回应我 但后面不是也把门给你看了吗 又是一场不愉快啊 过生日也不愉快 其实我对她 我真的想 我感觉我们挺合适的 我对她还是很用心 真的是很想好好在一起 就她有段时间嘛 就脚上楼的时候摔了 我就刻意请了一个假 然后去照顾她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 我差点把工作丢了 我都完全没有告诉她 我觉得你就是这件事情 做得对我比较好吧 除了刚开始的那一两个月之外 我也我真的希望你 你能够在某些方面能够理解我 真的是一些小问题啊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没必要解决那么多 那两个人在一起 小问题不解决吗 它累积当然会是个大问题啊 到时候怎么办 你承不承认啊 现在的态度和最初一两个月 不一样呢 可能少了当时的那份 就对她的 是可能吗 有一些就是热情嘛 少了一些热情 你确定不是报复我吗 我不在的时候 你还会和那么多 五六七八个 你能聊那么嗨吗 有的时候这个 我这个功能其实真的 不稳定的 不是说哪天你放假 你就可以完全轻松的那种 你知道吗 那你给人家聊天内容是什么 人家下班了没有 累不累啊 要不要一起吃饭什么的 当做我的面啊大哥 我是想着 因为做这个 我就想着能搞好关系啊 所有一些哥啊 姐啊 就是客套的 真的是出于客套的礼貌性 能问候一下 只是那样 没别的意思 包括男的我也会这样问的 别想着 那我会也会这样 客气地问一下啊 我不相信 我觉得过不下去了 所以你今天来到这儿 是分手的 说说你还对她 有没有喜欢之情了 有 有 我挺喜欢她的 但就是这种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实在没办法接受 越喜欢 越受不了她的冷淡 对 越喜欢越想和她分开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就是我想让她改变一下 就是希望几位老师能够好好说说她 来 请老师给你们出出招吧 怎么办 这姑娘这个 带着眼泪啊 说喜欢你 但就要和你分开 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帮一下这对小情侣啊 来 我们共同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样的男朋友 你如果一定要让我说的话 我会说 他会从头到尾 都没有上过心 一早 只是因为 他发现你跟其他的姑娘不太一样 不是那么好哄 没有那么快的 连到他身边来 发一句 今天吃了吗 你可能半天不回他 等到后来发现 你跟其他姑娘都一样了 没事也会来查他的行踪了 然后翻他的朋友圈 介意他的异性的这一些关系了 他就可以开始冷淡你了 因为有的时候 女人进宫是以退为进 你以为她的眼泪 是对你的投诉 对你的爱呢 其实只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失败 当然 你也可以再冷静地想想 女朋友究竟是以退为进 还是真的爱你来辩护 而你究竟是要在 你的工作和你的 这一个感情中间 怎么去找到平衡 不是任何一个成年人教你的 因为我们教了你法则 你也得自己练习 如果你练习不了 今天教了也没用 听听郭老师怎么说吧 我觉得谈恋爱就像 打太极拳一样 互相征服 然后我就要征服你那种感觉 然后我要占有你 然后当我 占有你了以后 我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 没有什么可以 然后我再去寻找 其他可以让我征服的人 其实怪你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对人家 就是爱搭不理的 然后他当然会觉得 那慢慢我会去找 其他可以让我 去有征服的女孩 现在 然后你看他一下子不理你了 然后你 又反过来去追他来了 他当然会有一种 优越感 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 你就应该 当发现他 对你已经变了的时候 你应该冷下来 我觉得谈恋爱 应该一直都是平等的 就是他的火候 什么时候你也什么样 他降了你也降 难受你要忍 对 郭老师 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就像你们俩身上 穿的衣服一样 一个是纯白色 一个花里胡哨 苏女往往爱得专一 但并不热烈 但情种往往爱得热烈 却并不专一 但是苏女呢 现在有点不淡定了 我告诉你 情种有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热烈 当她眷顾于 云云众生当中的 某一个异性的时候 她的那种狂热的攻势 是很难抵挡 但问题是 她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情种 没偿性 当她对某一个 攻势热烈的时候 而得不到反馈的时候 她迅速会找下一个 这是情种的本能 但坦说的来说 你也不得不承认 其实谈恋爱 就是一件很费脑子的事情 比如说我吃饱了的时候 你饿不饿 我孤单的时候 你寂不寂寞呀 我悲伤的时候 你快不快乐呀 我热的时候 你冷不冷 谈恋爱无非是这些 废脑筋和一些 没有价值的事情 但是你并没有做到 长情的对待 你没有坚持几个月 所以闷心自问的来说 你没有那么喜欢她 或者你内心 也可以平衡一下 她和你众多的那些 女客户相比 并不是最优秀的 而至于女生 踏踏实实做你的淑女 当然了 如果说你内心 也挺喜欢这种 欲情故纵的话 那你也有你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个 跟你一样专一的人 彼此可能不那么热烈 请平淡地牵挂着对方 我觉得这才是恋爱 祝你幸福 谢谢老师们 从这个姑娘的眼神 能看出她心里有点慌 但是我想跟你说 无论是多情 还是长情 它总归是情 我们如果能够把情感 把握好 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感情 和这段恋情 其实多情 也可以变成长情 你要去衡量自己 有没有这个能力 好不好 来吧 两位 听听你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就是可能因为我工作问题吧 确实有些地方忽略你了 然后我也觉得几位老师都说得挺对的 我也希望以后会尽力去做好自己 我知道自己在你心里 我觉得这个时间变化真的太大了 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变得太好 可能会不会像以前那样 所以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需要真正拥有你 好了 时间到 两位请回吧 再去思考一下啊 小心台阶 请关门 又怎会让我再 慢慢长夜如此徘徊 如果你还爱我 你不会对我如此的冷漠 我们都说这个爱情像橡皮筋一样 你拉得紧 那有可能对方就会跟得紧 但是橡皮筋的双方 怎么把握这个力度 试门技巧 千万别拉得太紧 绷断了 也别太松 没有了这种新鲜感 好 两位年轻人思考得怎么样了呢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终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哇 好 来吧 给点掌声吧 快两步啊 像当初一样热情 我只想要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从今以后 因为谁说要 我刚才还想 就老师说的我挺对的 但不一定能保证以后 就是说一两天就赶了 肯定会尽力去做的 我出来的意思就是 希望能再给他几个月时间 让他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我觉得和他相处有一段时间了 我可能真的不太放得下 如果几个月后他弄得像 就是之前那样对我好的话 我会听老师的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啊 爱情的路自己走 苦辣酸甜 自己去体会 来吧 请上我们可爱的小花童 好 有请 小心一点 谢谢 好 谢谢小朋友 慢一点啊 像那老师说的我是秦总 我也希望你能 你是陪我到对方那里的 欢迎 来 让我们共同见证 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 欢迎 好 来 亮灯吧 要保释一辈师一辈师呢 专门为爱情保卫战设计的 白色恋人系列 像你身上穿的这个裙子一样啊 洁白 浪漫 来 爱情的路啊 总不会一番僧俊 加油吧 好好保养自己 保护你们的爱情 谢谢你们 请回 再见 两位离开的总觉得有那么点不情不愿 手都没牵到一块 但是青春就是这样啊 当爱情来的时候真的不愿意放手 所以路是他们的 让他们去体会吧 我们只能在一边为他们默默地加油 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这对情理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我们来继续关注 请看大屏幕 你跟我分手 你跟我分手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然后这段时间了 然后这段时间了 这段日子之后 我发现有真的很难的 所以 我想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能够自己在一起 听完姑娘说话 我有种心碎的感觉 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 让分手一个月之后 女孩还希望男孩 能给她一次机会呢 听起来像是一场虐恋 来 认识一下两位 有请两位嘉宾 男嘉宾小杨24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王22岁 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学生 有请 欢迎你们 这女孩的嘴噘的 受了多大委屈啊 我之前的确做过 有一些她隐瞒她的事 所以说 算是有一些对不起她吧 她毕竟之前对我挺好的 嗯 然后 我们因为这个误会分了 分手一个月了 对 分手一个多月了 一个月了 真分了 反正她一直给我联系 但是我没有接受 算是分手了 对 分手怎么又来了呢 她这样坚持我还是有点犹豫 就是说想把这个事 就是给大家三老师说一下 然后想听大家的意见 其实心里也有点舍不得是吗 对对对对 因为 之前我俩就是本来就通过 朋友介绍 认识的 一开始我们俩感情本来是 特别好的 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就很乖 就挺懂事的 所以一开始谈得很顺利 你们是交往多长时间之后 决定分手的 交往了接近一年多 因为前几个月的话 我们感情特别好 中间出了一些小岔子 导致我们误会特别深 觉得这不算什么小岔 遇到了什么事 就这样一开始我们就是 本来是谈得很顺利 什么事情也没有 就是慢慢地发现 就是经常有一个电话号 给她打电话发打信什么的 而且她都没有备注 而且手机也不让我看 因为这个电话就经常给她打 而且我听起来是一个男的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我俩一块吃火锅之后 那时候你又是接那个电话 还专门跑门外打笑 外边还下着个雨 你说你至于吗 可是我不想让你误会 因为毕竟是一个男的 对于山东人来说 就是说男的比较那个 要霸气那种 肯定这样的话会接受不了 因为一直在联系我 我特想知道啊 你这电话总响 总是一个男的 你还得避着他接 你怎么解释啊 我接个电话 还要离开他 到外面去接 当时怎么解释呢 我当时是没有解释 直接就上外面打下 说我后来 我半开玩笑 我问他一句 我说要怎么了 这是有男生追你吗 因为我觉得女孩有男生追 也很正常嘛 我就深水退周的 然后就说是的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什么 不过我说那个 我可以自己去解决 大约也就一两周的时间吧 从你发现有这个 陌生奇怪的电话 到他跟你说出 是有个男孩追他 自己解决 中间有多长时间 反正我从我开始发现到 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是两个月吧 那他还真挺能忍的 当时我发现完 可能也因为就是 他经常是 跟我在一块的事情嘛 虽然说他确实经常 默扔电话 但是也没见到 他自己偷偷跑出去 这个倒是没见到 所以可能我发现 确实挺晚 嗯 就让他自己解决了 对对 我当时就给他说 就是那你事情 你解决好是吧 咱省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然后你当时也那么答应我 一两星期就解决好 结果一两个月了 我看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你忍了 等最后还是没忍下去 什么事让你忍不下去了 就是那天我俩在一起 然后他又接到男人的电话 然后我不愿意听嘛 毕竟还是挺烦的 男人都有点占有欲嘛 然后我就直接 把电话夺过来了 我就直接给那电话那头 男人就说 说我和他男朋友 其实你以后 你不要再纠缠他 骚扰他行不行 当时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原话比这个 稍微就难听一点 带了点脏字 然后那边听之后 也骂咧咧的 我也没注意听 我直接把他扣断了 这吵完是不是就能 恢复一段瓶颈了 暴风雨前的瓶颈 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对对对 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那几天也是跟平常一样 我下边去接他回家 然后他从学校出来 我就去接他 突然就上来 四个陌生的男人了 然后其中两个男人 就是拉住他 他想过来 就是好像就想护着我 这我能看上来 他心里很着急 然后另两个男人上来 就跟我打 我当时也没办法 我只能跟他俩去打 打得全身也挺疼的 然后带头那个男的 就直接给我说 我才是他的男朋友 我只是因为 就知道神已经不在这了 所以说才让你有机可乘 而且你还在电话里面骂我 你有两个男朋友 是我上一人的男朋友 他分手了之后 然后就去了外地 然后又找了一个姑娘 然后那姑娘特别漂亮 就再不搭理我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那姑娘甩了他了 然后他就看我跟别人在一块 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而且我跟前一任分手的时候 那是因为他比较花心 而且总是爱喝酒 出去吃吃喝喝的 回来的时候 他就老是找我 然后就是那种 有点暴力倾向那种 然后我们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但是他后来跟我说 还是你好 我们在一块吧 我不同意 但是他知道我 我跟他在一块之后 他就特别不舒服 特别想拆散我们两个 你就被打了 对对对 身体和心都是疼 嗯 清甜霹雳的感觉 他走了之后 然后我就当场就说分手吧 就是实在接受不了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想 因为这是前男友的事 我不想去牵扯到他 而且我前男友比较那个暴力 我会因为这种事伤害到他 我再劝 反正软硬都说了 但是他根本就不去听 这事发生之后 没有报警 也没干啥是吧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毕竟是这种纠纷的话 传出来对女孩子 这名声不好 有什么名声不好的呢 有什么名声不好的呢 你受到一个前男友的滋扰 然后现男友受伤 你在里面已经分得干干净净了 这名声有什么不好听的呢 他一直在纠缠 一直说我是他女朋友 就像我在脚踏两枪船一样 就是你怕别人说 你脚踏两枝船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你踏了吗 没有 没有是吧 之前一直太软弱了 一直在给他机会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处理 自己可以解决 你当时就应该 直接给我说清楚了 这样我们还可以一起解决 你就是 你是不信任我 但是因为你的性格 比较刚烈那种 我怕我如果说了 不管是委婉地说 还是直接地说 都会误会 都会有些隔阂 再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这个事情发生了 你也知道了 这四个月的纠缠 其实是她的前男友 如果说藕断丝连 也不足为过 你伤心的当然是她骗了你 没告诉你 还被打了 对对对 但你有没有怀疑 她和前男友之间 还有私情 当时现场的时候 就是比较乱 我当时确实 确实往这方面就是想过 可能她是不是 背着我 可能也是没分干净 跟我一块好 然后她觉得可能是 就是说我脾气 比她前男友 稍微好点 好很多 可能所以说她在车里 把她前男友放弃了 我开始也确实那么怀疑过 反正她一开始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确实没见过 她被我偷偷跑出去 约会什么 这倒是没有 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挺专一的 就只不过 确实有这个陌生电话 一直在骚扰她 其实我相信呢 你对前男友 当然是彻彻底底想要分开 但是四个月你发现 想要完全摆脱她 没那么容易 最终现男友被打了一顿 也许真正能够让你们 和之前的男朋友 彻底放下这份纠缠的情感 对 是我已经完全放下了 但是我真的放不下她 嗯 因为她之前对我 特别特别的好 每次都是特别细致入微的 像我如果说去实习的时候 她都会跟我帮助 然后如果我遇到什么困难 立马给她打电话 无论多忙 都会立马给我回电话 然后告诉我去怎么做 如果说一曲去压马路的时候 她就会把我护在身后 看玩笑的跟我说 如果车来了 压心压 其实我一开始跟你谈恋爱 就是觉得你感觉你很乖很懂事 然后才开始跟你在一起 然后我也觉得很喜欢你 我带你出去见我朋友 他们也都说 那个小杨你这次找女朋友 我觉得绝对是真找对人了 然后我也想 我也想这以后 那一直好好走下去 然后你平常所 可能偶尔也会发现小脾气 小毛病什么 我都能忍受 可以在我眼里 这些都是优点 嗯 但是之前发生的那件事 真的你是又是骗我 就感觉 而且又是挑战这种原则底线问题 然后真的当时一直开始 有点接受不了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骗你 我初中也不是想过骗你 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带上这个烦恼 我替姑娘说两句吧 其实女孩也是个好姑娘 但是谁能保证在情感当中 就没有一点纠葛呢 如果没有前男友 如果那个男孩不来打扰她 其实你们俩是一对别人 挺羡慕的小情侣 所以爱情有时候真的 我们不想有考验 但考验就是来了 你够不够爱她 她够不够爱你 能不能共同经得起考验 那是你们自己说了算 对不对 分手一个月了 今天能来到现场 相信情未了 好 但是是继续下去 还是真的了断算了 听听老师们的主意吧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林娜老师 态度很坚决了了吧 因为我只知道的是 她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也许顾及面子 也许顾及麻烦 也许顾及往日的恩情 唯独没有顾及你 我觉得呢 人都是要成长的 经历了一些事情 经历了一些比较 你才会知道 谁值得珍惜 谁是真的对的那个人 OK 我觉得现在 你是知道了 她才是那个对的人 你想挽回她 OK 用你的行动 我觉得没有什么 可以断不了的 人家坚决一点 还是她打电话 你就接 凭什么呀 为什么打电话 你就接啊 你可以不接 你可以拉黑她呀 像跟她两位老师 报警 证明你对 证明给她看 证明你爱她 你在乎这个 这个人才是你最重要的 那个人 你看她没有感觉到 她是重要的那个人 她现在今天还能来 我说不定 这个小伙子不错的 这个弟弟不错的 我觉得 你呢 既然你也来了 你是想给她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也是能放不下 你可以考虑一下 给她一个机会 你们可以再试一试 我是不想让你们俩分的 我觉得她 但是她是挺不错的 一个人 对 对 土耐老师 三个人都有问题 有一个定律 但凡是处于三角链关系当中 最壮最重的那个人 一定是中间的那个连接点 是最有问题的 她不是没有问题 她当然有问题 她善良是吧 她善良就是她的问题 就是你这样的人 她可能才纵容了这样的人 如果你不熬那几个月 她可能也不会拖这么几个月 你做得不够明了 恰恰是你的善良 纵容了她的迟疑 而至于那个前男友 但就行为过程看来 我只能理解前男友是一个 蛮横 粗野 但是还不 不视为是一个 这个比较痴情的男人 你看但发生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 我再次讲调 打人是不对的 但他没有伤害你 对吧 倒是你 其实我挺体谅你的 这四个月好过吗 不好过 你看你说的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 我怕你误会 就是很多情侣当中 都会说的一个问题 这句话的前台词就是 这是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或者说 你处理不了 我自己能处理 又或者是一种自私的体现 虽然我们是爱人 但我不希望你过多的干涉我的生活 但其实 你是一个把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希望他能够把他用纸包住的一个 第二 我问你报不报警 你首先放出来的反应是 对女孩名声不好 但如果你要是爱她 你得多心疼她 凭什么她谈断恋爱 要挨顿打 你很自私 你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名声 邪不压正啊 正常的情侣受到前男友的滋扰 报警 多正常 但你第一反应是名声不好 那我只能认为你内心 确实认为自己做了一些 藕断丝连 不情不楚的事 你觉得你在这四个月的过程当中 或者发生这样的一个 打斗案件的背后 你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元凶 所以你不好意思报警 但是有哪个真正爱自己的男朋友的女人 当发现自己的男人受伤 为了自己而受伤 不清不白的而受伤 她不会愤怒地 去维护自己男朋友 你没有 我们俗话说 人善人欺天不欺 人恶人怕天不怕 除非你自己内心害怕 但是我想跟你说姑娘 如果你自己的腰杆子挺不起来 你自己不一清二白 就不要谈前男友有多纠缠 也不要恨今天的男友有多无情 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最终结构 但是我只想说最后一句就是 你待会别出来 为什么别出来呢 因为你现在 还不是个一清二白的人 你得把自己摘清楚 才能出来 我倒是想看看 如果你们俩真分开 数月 三月四月之后 你还会不会跟前男友在一起 如果前男友 再次诚挚地来邀请你的话 你是否会在猛烈的攻势之下 再次妥协 你首先得自己熬过这一关 才有资格跟他说 我们再在一起 老师们的态度你们都听明白了 但录在自己脚下 情在自己心中 怎样选择 是你们的自由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之前是我做错了 我现在特别地悔恨 我觉得如果我当时 如果解释清楚的话 可能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果 就像老师说的 我可能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自私 也没有那种 能当断得断的那种破裂 以后我会有的 我也会长大 我希望你还能跟我 在一块儿 其实就在谈这么长时间 冷静下来之后 然后听了三位老师的建议 我觉得其实最了解你的 应该还是我 我相信你只是 思想不成熟而已 好 时间到 请亮灯 有可能啊 姑娘 小伙子其实主意挺正的 当初决定和你分手 今天决定陪你来 一会儿将会做出 怎样的选择 你会不会出来 他会不会留下 去短暂地思考一下 好不好 来 两位请回 好 让他们想一想的时候啊 说上几句话 坦率地来说 今天让他们别出来 不是说他们一定要分开 至少得冷静数月吧 至少得好好把这事摘摘清楚吧 如此匆忙地出来给对方面子啊 或者是给前男友看 爱情不是证明给任何人看的 爱情是两个人自己过的 我相信男孩子今天来的是 因为心中的情感还在 只是这段伤害和打击太大 而他是否能接受 也许是一个崭新的女孩呢 让他们思考一下 关注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PPTV 剧力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电视界的观众朋友呢 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 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呢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关注本期的内容 好了 两位年轻人做何选择呢 请开门 请开门 当情感中的困惑多了 也许冷静或者放弃 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 这下两位都选择了离开 谁知道呢 也许过几个月 他们想清楚了 会有互相的联络 听了老师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认为 我以前的确做了很多 不该做的事儿 然后是不能当断得断 而且特别自私 不考虑他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我做错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的话 我可能是在台上太紧张了 没有说出来 我在生活中 真的是一个很专一 很专一的内容人 在跟他交往之前 已经跟前男友撇清关系了 后来我没有站在台上 但是我是希望 我们俩彼此都能 冷静一个几个月 然后再确定一下 是否可以再继续 说实话 有一点点觉得心里酸酸的 但是爱情就是这样 也许总会经历一些痛苦 好了 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爱宝关杯的网友提问说 我母亲拆迁买新房 没有写我的名字 我老公很生气 觉得我母亲是在防着她 怕写了我的名字 会被她分走 那么我妈现在知道 这件事情也是很生气 觉得老公惦记她的房子 现在两个人闹得 非常的不愉快 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也是为了防着你的丈夫 那么你们彼此彼此 如果你不是 你写下一纸离婚放弃财产承诺书 递给你的丈夫 如果你的丈夫 还算是个人的话 她大概会觉得羞愧 如果她依然执着于愤怒 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 好 谢谢涂雷老师 谢谢 本栏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 伊贝斯坦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加本栏目呢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主播期间呢 打开途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是由海伦凯勒林志玲 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下期节目